你有沒有遇過你在運動開始後 覺得你的關節卡卡的伸展不開來 或者是越來越運動覺得越累 是因為熱身不足的情況造成的呢?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聊聊 什麼是正確的運動流程 我是你的教練梁澤瑞 說一個正確的運動流程 應該有一個好的動態暖身 動態暖身之後 會讓你的關節活動度逐漸打開來 在有好的關節活動度之後 接下來才會進入你的主要運動 就是今天的訓練 那開始主要運動之後呢 當然我們就會透過一些強度刺激 間歇訓練甚至是有氧訓練 來進行你今天的主要活動 那主要活動之後 接下來也是最後一個環節 那最後一個環節呢 就是手操啦 靜態伸展帶給你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透過靜態伸展 讓你的肌肉恢復良好的彈性 來準備好下一次的訓練 好那良好的動態熱身呢 就是先啟動你的關節活動度 所以可以透過一些關節的熱身操 讓你的活動度打開 待會兒的慢跑會更順暢喔 做完動態熱身 打開關節活動度之後 接下來就是提升你的肌肉溫度 所以我們去慢跑吧 那慢跑熱身完畢呢 接下來就是啟動你的神經反應啦 讓你的肌肉跟神經有更好的連結 對你待會兒的主要訓練才有幫助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做馬克超吧 那如果你不會做馬克超呢 我們接下來也會有進一步的馬克超教學喔 那透過馬克超刺激完你的肌肉跟神經連結之後 這個時候啟動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就可以進入到主要課表啦 那主要課表可能有慾望訓練 間線訓練、肌力訓練不等 那記得良好的熱身啟動 對你待會兒的訓練會更有幫助喔 跑完課表之後 記得還有一個良好的靜態伸展 讓你的肌肉恢復彈性 在下一次訓練的時候 你會更有幫助喔 那靜態伸展的目的呢 就讓肌肉恢復彈性 也可以讓你接下來恢復的效果會更好 所以我們來總結一下 什麼是一個良好的正確運動流程呢 記得要有第一個環節 就是透過慢跑、熱身 去打開你的關節活動度 那關節活動度打開之後 才可以有效的接下來進行主要的刺激 那在關節活動度打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進入你的主要訓練課程啦 你可能是重訓 你可能是健鮮訓練、游泳訓練不等 那你在有良好的關節活動度之後 才可以讓你的運動更有效率喔 那在進行完主要運動之後 這個時候你的身體肌肉 就會像一條鬆鬆垮垮的橡皮筋一樣 開始有點鬆弛的情況 所以這個時候要透過良好的靜態伸展 讓你的肌肉重新恢復彈性 來準備好你的下一次訓練 那讓你的肌肉重新恢復到健康的狀態之後 對你接下來的訓練也會比較有幫助喔 OK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一個良好的正確運動流程 應該要有的三大環節 那希望你們都可以好好保持 也可以對你們的運動更有效率喔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睿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見